南河縣會一樣有這樣的互動 日本三口館的豐富是劉松浦證人 以及就讓市長牧村建議人所率領的參訪團 在前一步來到南島管政府拜會館長立條件 並進行得簡單當後董責的交流做談 回到保理町長久義兄也親身出席參加 希望他當中保理町也提供到日本的三口館 還有高山茶還有日月潭的紅茶 都是享譽國內外 在南河縣放了很多核金燕 以後才五年了 所以這幾年我們會看到日本的櫻花 在學長來自日本三口館兩位市長 在那先介紹給夫妻以及就南市的紅豆人前 其中間跟宮町南島的好山好水好人前 讓他們很難忘以外 也代替日本三義地獎的財民 帶來觀看救助的南島民眾 在日本這麼大的國難的時候能夠接受台灣這麼多的愛心的支援 在去年縣長以及紅處長以及各位來各位長官 都有到房府市去做參觀的時候 有來到了房府天滿宮 房府天滿宮來講 在日本來講它是一個最古老的神社 我也希望我有一天能夠像狐狸正一樣那麼驕傲說 我的中南市有港口有非常漂亮的山林 也有非常棒的古代文石的鄉村遠遠的風景 素晴的景色 還有馬虎茂岳 烏龍山 西九族文化村 以及南投最有名的美人腿 對我來講都是難忘的所有的回憶 不期待的小禮物 最後鄉鳳若交換了當地的第三個片 並又停未來兩第三的蝦漆 一定要在觀光跟農業上 增加更多的活動和交流 記者金文宣 蔡康報道